午餐白白種,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政治新聞,國際時事,原文科普,生活新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銀奶精掌煮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我是銀奶精 我是林少宇 好,我們看到呢,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最新的情勢的發展呢 是俄羅斯呢,動用了極音速飛彈 俄羅斯為什麼要動用極音速飛彈 以他的攻擊的軍火庫來講的話 其實好像用不到極音速飛彈嘛 有在展示嗎 極音速飛彈或是超高速超高音速飛彈的這個目的 所以研發目的來講,他是攻擊遠距離的 最主要是攻擊遠距離目標 然後呢,可是俄國不管從哪裡發射這個飛彈 他攻擊目標都是烏克蘭境內 所以這個射程來說,就射程來說是有點殺機用牛刀 那可是我覺得他的這個唯一的目的 那這樣來說的話,就可能是說 他告訴西方說他有這種飛彈 有沒有這種飛彈呢,很難防禦 所以呢,我當我有一天被逼著要被迫這個攻擊 超過烏克蘭範圍目標的時候 那麼你們就要小心一點了 對,就是在展示跟威嚇嘛 就跟他在開戰前跟開戰後 已經有總共有三次這個用不同的方法 告訴提醒這個世界其他國家說我有核武力 我還是有核彈頭的,你們要小心 是一樣的道理 對,而且他要他宣布就是要進行這個核的演練 對,是這種提醒的方式 所以他現在到底是他是不是在談判的過程之中 以這個來去威逼烏克蘭或是相關的想要協調的各方 你們最好趕快跟我達成協議 或是快跟慢不打緊 最好是依照我的協議去談 依照我的條件去談 嗯,好,我們現在呢要首先來關注的就是在上週呢 登場的拜登和習近平的電話會談 是上禮拜五對 那這個電話會談有一個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 美國方面在這個會談電話會談的前一天 就先這個告訴利用媒體告訴大家說 這個美國會跟中方這個談提什麼條件 或者提什麼內容 他主要會談的目的是什麼 他主要會談的目的就是一個 就是警告中國不能用在軍事上或是經濟上 去援助俄羅斯 去援助俄羅斯 嗯,那麼他這樣這樣的做法 告訴對方我的底線的做法 看起來笨拙 可是有一個很有很有利的目的 就是說我要我要讓你逼得你面對這個問題 非得回答不可 你的回答或是這個答應我的條件 或是這或是這個 英鳳陽陽陽鳳英偉 都是你必須要日後要這個要檢驗 你是不是能夠兌現承諾的一個方法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從會談可以看得出來 中方也沒有給他很具體的 沒有給他很具體的 可是他表他表示了一些的原則立場 就是說中方的部分 我們看這個美國的部分呢 就是那個副國務卿 Wendy Sherman 對他他這個當然這個當這個前一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有說說要這個 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援助的話 美國會懲罰中國 這話用的很重 然後第二天呢 而且他是真的就是用punish 對他用很重 然後同一天的Wendy Sherman 在這個接受CNN訪問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非常這個 他用一個股票術語 他說the ask 就是我的出價就是底線就是說你中國必須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 這是股票的術語 這是股票的術語 這是股票的術語或是一般買賣的術語 中發言人莎琪也說呢 莎琪呢 譬如說這個 中國必須這個在自己作成決定 他們要站在歷史的哪一邊啊 然後他們希望未來的歷史 歷史書或是未來歷史怎麼樣去寫這一段 怎麼樣去看他們這個這個時候的表現 跟決定的行動是什麼 對而且他還很他很這個嚴肅的啊 而且我覺得非常的尖銳的就說 that is a decision for president Xi to make 對就是你這就是你習近平要去面對的啊 他要做選擇的 好呃 然後拜登拜登第二天在這個跟習近平開這個舉行電話會談之後呢 他用一個比較緩和的言辭這個說 說美國跟中國傳達了什麼樣的訊息啊 就是他說這個如果美國援助中國的話後果自負 這後果在英文裡面爆發兩個字 一個叫implication 一個叫consequences consequence就是指可以預見後果 比如說你A你做了A的決定一定會有B的結果 implication是沒有辦法完全預見的後果就是implication 就是說不管是哪一種後果你都要自己去 你知道都是你的事情了 嗯嗯對 那呃中方的這個反應 嗯中方反應是說這個他一定會這個呃他我看他講什麼 他說中國大陸是強調就說呃兩個國家呢走到這個 兵容相見哈是是就說這個狀況就是大家不樂不大家不樂見 這樣子 我看到他說這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嗯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就指美中了他我們不僅要引領中美關係 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而且要承擔英進的國際責任 為世界的和平安運做出努力這話講得非常的精非常的有技巧 因為你聽不出來他到底要表示表示說中方就是很呃很有外交語言的回應了 美方的強強勢的強勢的要求啊 那你的國際責任是什麼呢 對而且呢習近平也在談話裡面呢我覺得他也講得很明白啦 就是說呃俄烏雙方呢要談判 然後美國和北約呢也應該跟這個俄羅斯這邊來談判哈就是要來回應有關於俄羅斯對於安全上面的需求啊等等 嗯反正他自這樣顯然就是中國起碼在現階段他沒有要去撮合或者是呃在談判中扮演角色的意思啊 嗯但是但是因為他前面講了這兩個國家都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所以他們必須要扮演什麼樣的所以他們必須扮演什麼角色對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說呃北宮兩次說這個呃他們知道他們有情報顯示呃北京呃俄國曾經跟北京要求要有軍事跟這個經濟的援助 經濟援助比起軍事援助來比較不敏感比較敏感的軍事援助呢包括一些很奇怪的項目 比如說地對空飛彈比如說無人機比如說這個這個裝的假車裝假車 比如說後勤車輛還有這個情報相關的這個裝備那還有這些這個安全無線電那甚至包含MREMRE就是說 比如說部隊吃的口糧嗯就是我很難相信我看到這MREMRE我就笑了我覺得呃俄國連打仗 連吃的東西都沒有準備就去打仗了這個他也許是他也許認為說剛開始的時候他認為說他會三天之內就可以就可以這個征服烏克蘭 這我可以理解可是當他這個三天之內征服不了一個禮拜征服不了他連後勤他連口糧都掉不上派不上用場嗎 我覺得當這個西方透露出這個訊息就說他尋求援助的項目裡面啊 包括口糧的部分的時候其實就是要讓俄羅斯跟中國大陸知道說我知道你們有要求你看連這麼細的東西我們都掌握到了 所以而且另外的就是說奧斯汀不是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他就說俄羅斯的後勤補給沒有沒有跟上嘛 你在上週的時候不是也講就說他俄羅斯的那個軍隊不是推進這個基輔推的這麼的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後勤沒有跟上來嘛 那其他的武器的部分我們不了解齁但是如果說哦還包括哦MRES4MRE是口糧啊 這是沒有Ready to eat MRE沒有Ready to eat 就即食即食品即食的食物對對對不必用火就可以用化就是那種即食的食物哦原來是這樣子 好呃就說就西方的來看他們認為習近平跟普丁的世界關係接近的 是呃就就是說都他們都懷疑美國跟西方並沒有放棄圍堵他們 嗯甚至有一種說法是說習近平已經呃正式的這個這個正式說西方美國的已經制定了圍堵 中國的政策嗯對這是前陣子有一種說法所以呃就這是啊 所以所以所以說至少在呃也許習近平跟普丁呢或是中俄兩國在很多方面他沒有辦法達成呃聯盟的關係 可是他們一定互相互看齊的那這是這個習近平跟普丁在世界觀上最接近的地方 嗯另外一個是在經濟經濟的中共擔心的經濟危機或經濟制裁方面 呃前一陣子中共呃北京已經宣布說明年的這個GDP的成長率會換反 大概到我記得是55.5左右嗯然後再來是加上如果加上這個呃烏克蘭戰爭 俄羅斯受到制裁的因素的話那中共必勢必會受到這個連帶的影響 可是如果說今天美國把北京當成是一個經濟制裁目標 因為你在軍事上協助俄羅斯的話那麼你會收到這個直接的二次二級制裁 就是除了對一對莫斯科嚴厲之外你的相對的也嚴厲的這個懲罰你的話 那麼你的經濟勢必會受到影響 我覺得這是北京一個這個在這個今年二次大之前必須或習近平個人必須要面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危機 是呃這個中國眼中烏克蘭贏烏克蘭戰爭的贏家是中國這個是誰的觀點 這是他的綜合的很多很多中方學者跟這個這個這個的觀點 嗯那最主要一個一句話呢是說是鄭永年就是據說是呃習近平的前幕僚啊 就是錢的這個意見的對這可是你為什麼是錢呢 他好像現在已經沒有比較沒有那麼的對沒有那麼就新加坡的鄭永年教授 他現在已經到到換一個學校到到大陸去了到大陸去 好像在中文大學還是對他在中文大學嗯然後他就有講一句話說 只要長期來看只要中方的不顛不犯在顛覆性的戰略錯誤 那麼中國現代化進程不僅不會被中斷而且更有能力跟意志 在新的國際秩序國際秩序建構的過程中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那這樣的說法呢有一個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什麼叫做顛覆性的戰略錯誤 那麼這就是這就會人言人數對於呃西方國家學者來說 習近平已經犯了一個或是顛覆性的戰略錯誤就戰略錯誤 就他2月4號的時候俄國這個做的那個聯合聲明 他說中國跟俄國是這個友誼是無止境的 但是問題是那個時候還沒有打呃對這就那就牽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中方知不知道這個這個呃俄羅斯要出兵 對那等一下我們會介紹一個學者講法說就不管中方知不知道 光是這件事情習近平就發生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對那這個呃第二個是說他到底有沒有能力在國際心智劇中 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那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他會不會被中斷或是有更好的能力跟意志都都不見得是一個呃絕對的這個 有不絕對的把握嗯哼是但是中國現在呢其實是試圖的要採取一個呃策略 呃策略這個策略呢就是一方面呢他避免的批評這個普京 但是呢他同時呢也沒有在這場這個戰爭之中呢呃呃做明顯的就說跟西方唱反調啦 他雖然說沒有呃發言譴責呃俄羅斯啊然後在一些呃關鍵的投票不管是聯合國啦或者是在這國際法庭他也都表示棄權啊 那王毅就講說棄權也是一種態度嘛齁但是雙還沒有到一個呃沒有到這跟西方的全面翻臉的地步 現在關鍵就是說如果說你真的去你真的去軍事援助的話呢那那恐怕就變成是縱使之地了 對而且中國的如果中國真的去軍事援助西方的話也許短期之內他不會被發現就他不可能在第二天第三天就會被被被這個美國知道呃就很難啦就可他這個中長期他遲早會被發現呃中國大陸呢和這個俄羅斯啊就普丁跟這個習近平呢在呃簽署了這個條約之後因為他們還包裹了非常大的一個合作協議啊呃會後呢呃兩方呢都強調就是中俄的 這個關係呢上不封頂啊就好像就是會無止境的到最近呢最近有一個很奇妙的一個新聞就是呃德國的畫報啊披露說呃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呃準備要在普丁啊不是普丁拜登跟習近平的通話之前的時候呢到中國大陸然後飛機半途被叫回來到底是到底是普丁把他叫回去還是中國叫他不要來這都很奇怪 對沒錯這是俄羅斯方面呢是說啊沒有這回事好是說呃拉夫羅夫呢就在這個莫斯科但是我懷疑俄羅斯方面的說法啊就是說假設這個東西這件事情是真的話是中方不希望拉夫羅夫這時候去呃以免呃對於普丁呃以免對於拜登跟習近平的通話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還是怎麼樣啊 這就就非常的普丁玩味了好那就表示說因為拉夫羅夫不會自己突然跑去嘛對一定是跟這個北京方面談好了啊那就說在北京的找拉夫羅夫去的時候啊呃是不是那時候拜登跟著習近平通話呢還沒有超定好不知道這個過不知道這個時間的順序差別是怎麼樣 然後呢拉夫羅夫呢在之後呢他在面對記者的時候他也強調了就說中國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呢就是好到不行啦好得不得了啦好就是非常的好很穩固啦等等之類的啊 那通常這樣講的時候你就覺得是有些失敲沒有兩個國家會好到不可分離的也沒有好兩個國家壞掉不可不可復合的這國際政治不都是這樣子嗎 嗯是總是你總是發現兩個國家不合的地方總是發現兩個國家有合作的基礎對啊是這個委內瑞拉跟這個呃美國之間關係就是這樣 進來最近放了這個放人對不對 對為了而且為了原油的關係對所以那個美國呢去找了這個委內瑞拉幫忙賣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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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很然後美國也願意為了伊朗原油進入國際市場 他竟然開個門讓俄羅斯跟中共可以正常的跟這個伊朗做生意對然後伊朗和協議就看起來就快坦承了 對就要坦承了那所以對於國際原油的市場的價格呢也帶來緩解力量那經濟學人呢就是覺得說哎沒有這世界上沒有無止境的這回事 中俄友誼其實是有止境的他就舉了一個他說他用說他用幫著這個字說中俄之間的關係是有界限的 嗯 有界限就表示他是有這個停止的停止的情況就儘管他們的這個領導人都這樣子說他們的友誼尚不封頂但是他們還是有界限的 對比如說在這個經濟上面量在經濟上面呢中國有太多的國有國有企業或國有獨資企業在這個以次以這個烏克蘭為最大的生意他們生意對象是以烏克蘭為主 比如說呃中糧集團他是國有獨資企業他是進口烏克蘭的糧食為主要的生意比如說招商招商局集團他就在這個克里米亞奧迪薩港他替他建設很多港口 因為呢我一聽到這個奧迪薩我就會想到這個呃對我們小時候有羅馬史詩那個那個奧迪薩啊就是那個奧迪薩 希臘史詩哈就是那河馬的那個奧迪薩但是呢他們不是同樣的地方 不是不是不是對然後呢再來就是中車中國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他其實這個卡克蘭建設的這個地鐵地鐵系統就是他他去蓋的 所以這些都不是小生意然後再來就是俄國的油氣看起來這個呃很多國家都就是很多歐洲國家都不希望 俄國這個停止這個購買二國油氣因為這個他們這個人員危機人員所需 可是對於中國來說呢俄國進口俄國的比去年為例去年的數字顯示俄國的俄國出口中國的這個天然氣呢只有100億立方公尺 可是呢這麼少對100億立方100億立方公尺可是呢歐洲進口俄國的天然氣有1750億立方公尺 所以今天就算中國想幫忙他也幫不了他也幫不了太多忙可在石油上面就比較多 同樣石油上面俄國我不知道中國跟歐洲比較起來應該不不如歐歐洲的意思嗎 他們不就說美國過去就是美國在這個部分的話呢因為他他就不受制於這個俄羅斯 美國現在是人員出口國啊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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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才偷偷才占5% 對5%而已然後呢如果說中國要這個想要幫真的幫忙幫到底要要進口天然氣的話 嗯啊那第一個他現在只有一條書系管然後也是去年去年才開始使用的 第二個是呢他還有他然後呢他那所以他必須要依賴船運把這個俄國的油或天然氣運到中國的礦日費時成本會高 他會不會這樣做還不知道然後呢唯一這個這個中國有求於俄國的這個產品就是軍火工業產品 和軍火工業產品呢中俄之間的這個這個這個軍火工業呢也遭受到風風有高有低啊 他說呢這個中國之間購買軍火呢才這個非常情之有連的 可是到2006年的時候這個數量非常數量購買軍火的數量突然下滑 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中國山寨太多 嗯就是他買了一架兩架飛機開始仿暴 然後俄國說這樣不行啊那我這樣賣你我只要賣一兩架飛機我賺到什麼呢 嗯後來你自己都是仿暴去的 然後一直到2014年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俄國遭受抵制 他才不得已的去跟這個這個這個中國說你就多買一點吧 嗯我們可以簽個條約簽個協定就是所有合同就是說你一次多買我一點 然後我幾年之後才開放你山寨 嗯嗯對就是就是這樣 這也是個方法這也是個方法 所以他度過他2014年的時候用這個方法靠這個這個度過了一些 他在軍火工業上跟跟中國之間的這個這個產生的危機 嗯嗯那再就是說經濟學人的觀點就在於是說 因為雙方在經濟上面的依賴程度其實沒有這麼的深 是是是所以說一旦如果呃中國大陸在面對這場戰爭的時候 他遭致到呃他有遭致到西方美國啦 對他的這個二級經濟制裁的威脅的話 嗯他會做出一些抉擇是是這個意思是這個意思 嗯所以現在呢就要看呃接下來的發展是如何 因為這其實很關鍵啦齁就在於是說呃普丁現在呢其實也還蠻 你看他在對談判上面的態度變得比較積極啊 呃我覺得這似乎就是透露出也顯示出他在對這場戰爭的 他在對這場戰爭呃因為發展不如他的預期 呃對對不對發展不如他的預期所以他當然是希望就是說你透過來談判 對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他被普丁有普丁的驕傲跟普丁這個想的盤算就是我覺得也可另外有可能是說他現在還不到他出面這個正式跟烏克蘭談判的時機 嗯他他他一花一個好的時機可能會是在他有把握能夠這個達到他這個這個佔領或實質影響烏克蘭全境的時候可能會是一個更好的時機 嗯嗯對那時候他才有更多的籌碼去跟澤伯倫斯基或是這個西方代理人呃做桌上的談判嗯對呃現然後這個呃中國跟俄羅斯在經濟上面的狀況是如此在軍事上面呢 雙方有除了那個賣武器之外有其他的這個像比如說共同演訓啦因為他們不是一天到晚在共同演訓嗎 對他們一天到晚在共同演訓對他們常在共同演訓他們共同演訓共同演訓有在這個根據經濟學人的一篇說法是說他們共同演訓的確是真可是呢有一個說法是說呃在經過了這一次的這個這個呃烏克蘭戰爭以後中國已經在國際景象上受到很大的損傷 那麼依照他們經濟演訓呢雖然從來就沒有事先很早就通就公告周知可是依照他們這個演訓的那個這個歷年來演訓的這個這個pattern觀察的話下一次應該就在今年的夏天就是這個東天過後那今年夏天剛好是這個烏克蘭戰爭理論上應該會接近尾聲或是沒有接近如果真的接近尾聲或結束的話 他們會兩國會不會做一步做進一步演訓呢是一個觀察中國在未來跟俄羅斯至少在短期之內呃在軍事上合作的或者是在軍事上合作的一個一個指標嗯那他意思就是說中國可能可能為了要顧及他在國際上已經丟掉了一些顏面暫停一次或暫停兩次跟俄國的呃軍事演習嗯是好另外呢就是呃這個西方呢開始出出出現 質疑習近平能力的聲音這是呃這是這個這是什麼的這是什麼的觀點有兩有兩篇文章可以這個值得注意第一個是說呃在二十大前呃習近平受會一次勢必會接受到一些來自內部的挑戰習近平也當然知道這個他要必須面對內部挑戰在這種情況之下呃有部分的北京人北京人士就會就說也許習近平是為了要這個這個呃學習近平這些挑戰的聲音呢是針對習近平 在在處理中美關係這個做出不治或是錯誤的決策而來來做文章嗯那麼這個錯誤決策就是他跟他在事前呢跟這個呃呃呃俄國關係拉得太近了或是說不管或是他沒有預料到這個普丁會打的這麼打的這個戰場打的這麼這麼難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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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這是他是指這件事情這是外交事務月刊上面的呃文章是不是作者是 他是就他是這個呃一個CSS美國戰略戰略這個華府的一致庫的一個研究員嗯他是用比較間諜的方法是說習近平現在是陷入危機啊嗯啊陷入危機呢就是說他就開通名譽就是說習近平呢在這個呃這個不管他之前知不知道呃普丁要不要開戰他跟普丁宣布說這個不封頂的夥伴關係就是沒有子盡的夥伴關係啊可以說是習近平掌權近十年來最大的外交 外交政策錯誤對他說呢這個這個呃因為北京對莫斯科的這個持續外交呢一直給予支持然後損害了中國的聲譽然後引發了新的擔憂事實上呢台灣已經烏克蘭戰爭吃緊了改善其改善他的防禦能力那最重要是北約跟四方會談跟AUKUS這幾個這個安全夥伴或安全安全的這個關係呢也因為產生因為因為這個習近平的這個這句話產生了新的使命感嗯 嗯嗯嗯這是他的這個最主要的這個這個呃這個這個呃他說他舉例說除了這個這個不明智的支持莫斯科之外呢呃在這十年間的習近平還犯了幾個重大的外交的失誤第一個是去年3月的時候歐盟為了這個支持呃為歐盟支持新疆侵犯這個支持譴責新疆呃中國在新疆侵犯人權然後中國決定決定制裁中國習近平也決定報復歐盟官員代價是歐盟跟歐盟跟中國的這個自由貿易決定 然後呢第二次威脅台灣反而使華盛頓跟台北的走得更近然後呢也其其他的這個亞太大國比如說澳洲日本也被迫宣示他們對呃台灣的安全呢這個更嚴重的關切我覺得對於澳洲的出重手我覺得是北京在外交上面一個重大的他沒有事先沒有遇到重大的失誤對他們沒有想到呃澳洲而且因為他們當時的那個出手呃對於澳洲 不對稱就是為了疫情對對對對對為了疫情就是為了這個澳洲方面覺得說要主張對於中國大陸調查結果中國大陸呢全面的報復沒壓什麼這些東西然後他這個造成的傷害很大 對然後澳洲澳洲回嘴然後他繼續增加報復然後你把這個澳洲呢就推向這個美國啊然後後來 澳洲出了歐克斯對我覺得那個時候呃是不是一系列是有我不知道可是呢他一定是在想說我要教訓這個國家對原因就很簡單澳洲是個中等國家而不是一個大國嗯他說我教訓的國家就殺幾井口讓全世界都害怕結果並沒有打到他完全打到他想要的效果嗯是另外還有就是中印在二零二去年前年的這個衝突然後這個清德里呢就是有一些對中國更應該強硬的聲音出來 嗯然後呃這位學者就就就就他是一個非常最近最近幾年非常會長火鳳的這個國際戰略學者喔真的喔對他寫了非常多文章跟書很多書嗯對他的最他的呃觀點呢還提出來就是說習近平現在呢呃權力很權力很極大喔對然後介入了外交直接直接直接進入外交政策然後中國 他說中國他認為這樣子這樣子這個這樣的影響是中國長期戰略利益受到的影響就會確實遇到受到這個最不利的影響那語音很簡單就是因為制度的關係他認為一個獨裁政治的這個這個這個強強人在獨裁政治下的強人他沒有辦法這個這個旁邊沒有辦法有一個能夠持不同意見的這個幕僚或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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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僚然後再加上他 他的主觀意識特別強往往呢就是沒有辦法然後往往就會使得第一個使得官僚系統的能力弱化因為官僚系統不必在做這個真正的進一步的分析他只要聽從聽話就好了所以官僚官僚系統能力弱化然後呢再加上主觀的這個呃這個領導人的偏聽然後他會做成越來越錯誤的決定 他把呃習近平跟毛澤東當時的呃決策啊拿來類比啊認為說呃他們都在走這個強人這個政治這條路啊然後決策呃這個越來越獨裁啊使得這個毛澤東呢在面對到外來形勢的時候呢呃他也是會也是會有就是個人決斷是個人決斷的這個問題但是他裡面提出來的一個很怪 關鍵就在於是當時的國際形勢和現在是完全是當時當時的選擇比較兩極就是你你要嘛就是這個先跟著跟著中國談判主要嘛就是跟你有這個鐵幕鐵幕的兩邊是非常兩極你的選擇只有兩個可是現在是有全球化時代的時候他必須要面對選擇就不只兩個有時候是有時候必須一有時候是微那你的選擇就變變成多重的時候變成關係變成複雜的時候變成三角或四角或五角關係的時候那麼這時候對於這個 呃領導人的考驗就就更延續那你必須要更看清楚呃這個外面的世界的現實是什麼可是呢呃您這個獨裁政權領導人有個特點就是他身邊圍繞一群這個只會說yes的人的時候那麼他看到世界現實就是那些人提供給他世界現實因此他就更不容易做出正確的決策是而且還有這個呃中國因為大國崛起嘛哈所以他們這個呃強烈的這個民族組組 主義是他也是他呃一方面是他鞏固鞏固他這個權力核心的一個鐵位鐵位的一種聲鐵位的一種力量另外一方面但同時也會對他的在外交的政策上面呢造成了一種牽絆啦是另外一方面是他看到自己國家經濟跟軍事崛起的時候給他信心另外一方面是他看到他沒有看到或他看不起美國這些或是西方的民主國家這個國家的向心力跟穩定的那一面 他只看到西方國家這個混亂或是這個沒有效率的那一面嗯那這一次這個西方國家這個團結至少到目前為止團結一致的努力呃是是也超乎很多西方國家預料之外嗯那他看到這一點就不知道是不是看到這一點就不知道好我們來談一下呃克魯曼啊諾貝爾經濟學長得主他在紐約時報的這一篇的專欄文章啊他強調的就說他講到他題目很很有趣他說有另外獨裁者 獨裁者今年過得不太好嗯對他今年大概是 another detector is having a bad year 他今年大概才過了現在才三月了對他講我想他大概是指泛指這這過去的一年啊然後第一個獨裁者過得不好大概是普丁第二個獨裁者過得不好就是習近平那麼他先他先講說呢他先講他開通名就說獨裁者呢這個詞呢本來是一個好的好的好的詞本來不是一個不見得是一個壞的詞可是呢這個大家現在反對獨裁統治 就是呢是因為獨裁者的在去連在這個今年累月不受限權力不受限制的情況之下呢很少有人不會變成殘酷的暴君啊那這是這是這個歷史問題然後呢對於他他舉的這個這個習近平這個獨裁的獨裁的這個這個缺點呢是拿新冠疫情來做來做來做比喻來做這個例子和清零政策的原來是在二零二零年的這個二零二零年到二零二零年初的時候都會大很多國家或 很多很多國家認為是一個成功的政策因為呢他是成功的這個至少曾經一度好幾個月甚至一年多的時間防堵防治疫情的擴散可是呢後來呢是有三件事情的導致這個清零政策 這個我們不能說失敗至少是搖搖欲墜啊第一個事情是這個很大世界很大國家地區都開始用mRNA的技術生產的疫苗可是呢中國呢仍然堅持用自己的疫苗可是呢其實中國的疫苗技術比較老舊 而且效果呢要差要差得多尤其是針對Omicron這個變異株的效果更是更是這個不太佳啊那第二個原因呢是中國最脆弱的群體就是老年人的社區呢接種疫苗的這個接種率是拖是延後的那這中間什麼原因呢 疫苗疫苗疫苗的中國宣傳說沒有這麼好啦等等等等 他們相信的有可能是在香港啦就是香港的老人家的這個疫苗的接種率低這個對於香港這個疫情的爆發的這個原因呢這其中還蠻關鍵的大陸自己的在疫苗的接種率倒是蠻高的老人家全部OK然後再來是面對Omicron這樣高傳染性的變異株再考慮到這個中國疫苗的比較薄弱的保護力心靈政策呢會造成極大破壞事實上 習近平在昨天前天已經講了說呃要用最最小的代價吧對對對達成防疫效果這是一個政策上的重大轉變吧他們嗯對但是就說呃到現在還是當然就是還是維持這個動態清零啊啊就是這一波起來的呃病例呢因為在增加中雖然說中國大陸的這個病例呃跟其他的確診確診數啦跟其他國家比起來真的是小屋見大屋啊 呃但是就是說這對於呃他之前的時候的防控之言來對照來來講的話他現在呢就是如臨大敵啦要怎麼樣把他給克制住壓下來嗯對然後呢那克魯伴就問說那對於這樣的情對於這樣疫苗對於疫苗這個問題呃如果你是如果是你是衛生官員的話 你對於看到這樣狹隘的民主主義你是不是願意會不會會不會去告訴習近平說這個他的疫苗其實跟西方的mRNA技術疫苗是差有差一段距離的那如果說你是這個經濟官員的話你會不會去告訴習近平說呃這個中國這個這個清零政策他的代價是變成沒有辦法承受的這點倒是真的蠻重要的對然後那個克魯曼他也講他就說他呃沒有沒有要去宣揚什麼西方必勝啊 對因為中因為美國呢在拒絕這種疫苗在美國也是一個問題是哦嗯但是這個這件事情呢是告訴大家說開放社會好處有哪些然後這個因為在開放社會強人或強人政治是沒有辦法創造只屬於自己的現實是然後呢最後呢我們還是要回到呃沙烏地呃阿拉伯這些國家在這次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之中啊他們的態度呢開始 有一些的轉變是那這個轉他們態度轉變是轉變成去支持支持俄國對不管是用什麼樣的方法支持俄國那他們願意支持俄國可能直接去一個立場就是基於他們國家利益看到俄國可以扶持或是覺得俄國俄國可以在這場戰爭中拿到什麼樣的利益對他們國家也有利益啊那有幾個例子第一個是沙烏地阿拉伯第二個是阿聯酋第三個是印度這三個國家是最明顯的這個支持支持支持俄國是出面支持俄國的 對然後呃特別是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呢他們這個很妙哈還有這個阿聯酋對他們竟然拒絕接 胡錦琦琦拜登電話哇這我覺得太久了神經何時美國通常電話變得重複之前我竟然有重視對啊哇我覺得好令人覺得哦 差異而且非常的有非常的有有意思啊而且並沒有而且他拒絕了以後對第一個拒絕以後沒事第二個呢並沒有後來就是說又接了也沒對 然后呢最终 而且呢这个沙奥地阿拉伯呢 他们的态度呢就摆明了 就说哎我你在这个 夜门的事情上面 也没也没在支持我们 然后呢有关于 这个我的这个王储呢 涉及到杀卡书籍 这个案子你明天在那边给我喊人权 然后又说我是这个 幕后主使对然后有在于 而且有在关于这个石油的部分 其实这个国际市场呢摆得 非常的明白因为你现在 你这个美国自己已经 不是一个能源需求国 但是沙奥地阿拉伯呢 他有他的战略需要 他要这个平稳这边的价格 他要掌控这个价格 你美国在那边说三道四 就是超级不爽 然后再加上这个伊朗核协议的事情 所以他不但呢 他们不但能不理这个美国 而且还跟对而且还跟这个 中国谈了就是我们以后 这个石油交易呢用人民币 我觉得美国一定美国一定觉得哇 就实在是就干扣 不知道拜登心里面怎么想 我觉得大概是一肚子 而且习近平有可能 五月 五月要去沙奥地阿拉伯访问 这消息是沙奥地阿拉伯放出来 这个很重要 对没错 这个代表我最好奇的就是 第一个习近平会不会去 第二个 我觉得习近平会去吧 我觉得会去了 第二个是他去的时候 他一定他一定 他一定为了他在二十大之前愿意出国 而且在这种困难的外交情势下出国 表示他一定有一些准备或是信心 或是打算怎么办 第一个他要他出国 反问本身必定要成功 然后呢第二个是说 他要怎么样挽回他这个 他他被人家说你犯错的颓势 不管是不管是不是他愿意承认犯 说但不会承认 可是他在别的地方 而且我说 而且我说真的 我不我不太我不太同意那个观点说 这个习近平跟普丁在签的那个协议 好像这内缸子的协议是他致命性的错误 我觉得我觉得没有没有这么的 他说说是说两国交情无止境 上不封顶 他们就是关键是说 他如果说他的这个上不封顶的这样的关系 具体的展现在在这一次的战争之中呢 大陆呢就是完全的站在俄罗斯的这一方 那他当然是很致命的错误 可是他现在也没有啊 是啊是啊 我听说他的外交 他的出访一定要达到除了这个出访本身的成果达到之外 还要再我觉得是不是还要再加一点 他在乌克兰战争上 或者他在世界局势的角色扮演上 能够有一些更让人觉得你中国是有贡献的 而不是对对对 这个倒是真的 这个就是真的 就是说这个是要去扭转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 而且特别是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他在很多的他他他在很多的这个建设上面啊 他虽然是一个靠着这个石油的这个国家 但是他现在呢也要朝着 是因为有对对对 就是我不能够只靠着这个石油啊 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建设或各方面呢 是要靠着外来的技术 他是要靠这个中国大陆的 他需要中国大陆的经验 需要中国大陆的技术 而且他在盖核电厂啊 哦对没错 对啊 中国大陆是核电厂输出国啊 对对对 他在盖核电厂 这个所以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 这个芬兰呢也要准备用核电了 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源 我们要飞核 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源 所以美国那美国呢相对来说呢 这个呃有犯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错误啊 在二月二十八号的时候呢 美国国务院呢 这个通电给这个 就是这一届联合国人权委会的成员 有四十七四十六个其他四十六个 四十六国的外观 就告诉这四十六国住这个美国住在这四十六国的这个外交官 所以你要去跟当地的住在国说呢 呃说呢 如果说呢 你这个呃 你我们这个呃 你你前一阵子在联合国安理上 主张的这个这个支持 这个不不谴责二国呢 就不是中就不是中立的立场 所以呢 希望你以后呢 呃跟我这个跟我一 跟我同一个阵营去支持乌克兰 然后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面呢 支持乌克兰 对因为呢 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呢 印度呢 跟阿联酋啊 他们都没有谴责 都没有谴责俄罗斯 而且他们投了弃权票 对 就谴责案都去 所以说呢 国务院呢 才会去通电他们这四十六个外观 就说你不能够像俄罗斯 呃不能够像这个阿联酋跟印度一样 所以你们呢 都要呃 站在美国的这一方呢 来去谴责俄罗斯 是 结果呢 没想到呢 这个 他们电报发出去了 第二天就把他收回了 对因为媒体曝光了 嗯 对然后电线就收回了 然后呢 那这个有电电报其意就是说 你要你要嘛跟我站一边 要嘛 要嘛就是你非此即彼 你要选边站 嗯 所以这个 逼人家选边站 这是一个非常 白线黑字 逼人家选民站是非常严重的外交错误 嗯 然后呢这个 刚才讲过沙烏地亚伯啦 呃这个公布卡烧球的死讯啦 以及习近平最五月要去访问啊 这些都是 沙烏地亚伯显现出来 他已经不会去支持美国 或者他愿意跟俄国这个靠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啊 那阿联酋呢 这是有个更远的因素 就是阿联酋在11月1月17号的时候呢 呃被这个呃叶门的这个反抗事情叫胡须运动 用无人机跟飞弹攻击啊 攻击他的这个阿布达比的这个这个港口啊 造成36伤36伤还有三艘货轮起火 嗯 然后他就跟美国说 你要把这胡须运动变成这个这个恐怖组织 不然的话我会跟你翻脸 美国就拜登就不愿意 拜登就是刚上台 他就不愿意去顺从这个意思 然后他 然后阿联酋就说好吧 那就那我就跟着跟着这个其他国家一样 在这次联合国大会里面跟你唱谎调 嗯 而且呢 他也不他也不跟着美国走 他也继续用这个华为的5G的设备 比较妙的是这个印度 印度他从来就没有谴责过俄国 嗯 然后他在联合国呢 三次投票 不管是安理会或大会投票 他都弃权 因为他前一阵子还透过一名官员出来说 他要这个购买 印度官员 印度官员还要购买俄国便宜的油 天然气跟石油 那等于是占大家便宜 对但是呢 然后他下个月要跟拜登碰面 快开高峰会了 对对对对 这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很好奇拜登走 拜登出 拜登出得来吗 就说 如果说俄罗斯的这个战事 没有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话 他已经要出来了 不是 我是说他还要来亚太地区来访问吗 下次是在布鲁塞 哦 跨着啊 后天 对对对 哦 北约高峰会 你讲的是北约 我是说他他预计在五月的时候到习近平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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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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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准备到亚太这边来访问还有说他可能会借着这个机会呢就跨的嘛这会然后他准备借这个机会呢到韩国去访问 所以在这个之后呢就传出来说哎到那时候呢这个呃习近平的可能要去日本这个沙乌地哦沙乌地所以说两边的这个战略不就我想这一切的这些行动应该都会跟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到那个时节点上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会有关联吧好谢谢林少雨 OK拜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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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